请问,2021年还应不应该去买房呢? 西安9.61万套,二手房呢,越来越多,比去年多了很多 宏观来看呢,就是大家都想变现,而手里有钱的接盘侠却越来越少了 现在楼市还在交易的,要么是改善型的新房,要么呢是学区房 如此下来,每卖一套新房,就会多出一套闲置的二手房 越对越多,新韭菜还没有长出来呢,接不住了 我认为,你未来手里的房子,不是房价涨跌的问题 最大的风险,就在于房价没跌,但流动性却没有了 通俗的来讲,就是有价无市 真正你要卖房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没有人会要你的房子 现在年轻人没房子的也挺多的,这种刚需难道支撑不起来吗? 其实刚需购房者更倾向于买涨不买跌 现在这种情况,谁又能轻易的出手呢? 那为什么现在新房不降价,甚至天天喊涨价呢? 这是因为新房如果不天天炒作涨价的话,那更没有人买了 唯有炒作涨价,新房才能够续命 所以被包装出来的新房市场,永远只有涨价的理由 而二手房呢,就一条逻辑,供需关系决定价格 最近呢,很多人都在想,目前资金放水,那通货膨胀就会加剧 那手里有钱就买房,能够抵制通货膨胀啊 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你手里面的房子能够卖得出去 可如果被套住了,那就是通货膨胀的牺牲品 你的房子就是超发的货币,会永远固化在那里 一句话就是,不管你买的什么房子,到你手里就是二手房了 那卖不出去,有啥用呢 关于房价和买房问题,你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吗 一,房价无脑上涨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不可能再像之前一样,随便买哪里都是疯涨 以后买房,如果不够谨慎,是有可能亏钱的 二,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房价涨,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房价跌 三,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域值得投资 二三线城市的非核心区域不值得投资 四,五线及以下城市,就算是刚需也不建议买房 五,现阶段,北方城市总体不值得投资 六,除非是超级学区房,否则不要在老城区买房子 所有城市的未来都在新区 七,千万不要买商铺,单身公寓和鞋子楼